把鏡頭轉回到國內 高雄高爾夫球場 預計在這個月底點交還給市政府 球場宣布停止營運 球場內的七十九名甘地 將面臨失業的問題 兼包括甘地 還有球場工作人員 俱樂部會員 總共一百五十人是前往 高雄市政府陳情 呼籲市政府讓球場繼續經營 保障勞工權益 來自高雄球場的專屬甘地 有人年資超過四十年 也有新住民靠這份工作養活全家 卻因球場被收回全數失業 七十九人組成自救會 砍化市府讓球場繼續經營 別讓他們年前失業 二十六號上午勞工局長出面 接陳情書 表示會協助甘地轉職 在這會反應 原球場平常早班 就要凌晨三點半到 如果再到更遠的球場 交通女性深夜上班的安全 都讓他們擔心 也有俱樂部會員質疑球場收回 將影響在地人才養成 市府回應球場長期使用農藥 以影響大高雄民生用水 跟業者歷經一年討論 對方也沒提供妥事改善計畫 將要求球場與勞工好好協商 勞工只會主動檢視 以個別需求提供協助 記者王亚廷 陳顯坤 高雄報導 到